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能把乐团请来家里 现场直播live唱给你听 迎战2020东京奥运 东京城5G商用最大舞台 日本总务省开启你对5G的想象 台湾也不落人后 自策会影片宣告台湾智慧系统整合技术 输出新南向与邦交国等成果 展现新国力 MIT自驾巴士系统成功开进美国 成国际亮点 农业用无人机翱翔东南亚国家天空 进行大面积农业管理 5G技术突破地域疆界 生活应用也无远佛界 电信业者形象广告 也破坏未来生活 只要一伸手 就好像掌握了世界 戴上手套 远端遥控机械手臂 不带稀有互动零秒差 这就是台湾未来的5G 一个超乎想象的探索 还有智能照护 长照直接送进家 影像5G时代智慧生活 智慧应用开启民众 全新想象 三选综合报道 智慧生活全新的想象 郑伟想请教的是说 台湾我们其实有很好的科技优势 在5G时代 到底台湾扮演一个什么样的关键角色 是 我想2016年政府上任以后 产业跟经济我们的主轴 大概就是智慧化跟绿色永续 那在智慧化里面 我想智慧生活跟智慧程式 还有智慧制造 会是一个主轴 那刚才特别提到5G 那5G跟4G最大的差别就是 4G主要是人跟人的联系 所以你现在用这个 LINE做影像的这个沟通 现在是没有问题 但是5G的时代 它应用会更广 它是人跟物的连结 比如说智慧生活里面 现在大家都知道 这个亚马逊的Alessa 你可以跟它沟通 那它后面有一个很大的 这个数据库 那它可以马上去回应你的答案 等等的一些情况 这个是人跟物的连结 当然也有物跟物的连结 比如说无人自驾车 它必须公车走的时候 它跟其他的车子可能要有一些了解 那跟这个其他的这个Sensor也要有一些了解 等等的一些情况来讲的话 就会使得在这个世代里面 我们有更好的一些应用等等一些发展 但是政府的角色呢 我们的策略要怎么样做进一步的推动 那刚才事实上片头有特别提到 我们大概有几个做法 一个就是说先在国内练兵 那我们利用这个补助的方式 大概有一两百个这个案子 已经在成熟了 那成熟以后第二步 我们就会把这些成果推广到 包括我们的友邦或新南向 或是先进国家去 那到第三阶段的时候 我们可能在更大的区域 比如说一个智慧城市 一个智慧区域 来做一些开发等等的一些情况 那利用这三个步骤 达成我们整个产业跟经济的发展起来 刚刚政委有讲到说 4G是人跟人的嘛 那5G是人跟物 那这里面呢 这个你知道想象 这比较难想象 我们可以错过一些比较具体的例子 我们可以来看 好 像是呢 这个是刚刚提到友邦的部分 那小英总统去访我们的友邦 盛文森的时候 那他就有启动这个智慧公车计划 那我想象中呢 像我们现在其实有一些APP很方便吧 公车几分钟会来啊 或是怎么样 但是5G应该是超越这一块吧 对 事实上刚才讲 智慧公车现在台湾已经有蛮成熟的 所以各位只要去等公车 大概都知道公车什么时候来 你不用白等或等等一些情况 那我们就利用这样 已经很好的这个技术 事实上可以copy到这个友邦去 让友邦也可以享受到 我们这样一个先进的技术 等等的一些情况 那更进一步 事实上将来会有无人自驾 无人自驾 对对对对对 就是说因为事实上开公司是非常辛苦的 现在这个司机也比较难找 或者是说你要到很偏乡的时候 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但是利用这个将来的无人自驾 都可以达到服务范围更广 然后事实上也更节省这个能力 可是无人自驾大家会不会怕怕 其实不用担心 像台湾其实已经有这样子的相关的 我们来看 在这个水南智慧城里面 哇 既然有无人自驾巴士 已经在上路了 然后他就让你可以先免费的试程 但是这里面我有看到他其实是用阶段性的 一开始可能我们把这一区先划是没有其他车辆 那慢慢的我们再进一步的 有其他车辆可以进来来试试看说 这样子的无人的巴士 它的安全性是不是 对 事实上这部车 它不仅在水南已经有做过试验 试办 事实上也在台中的郊区也试过运营 甚至于这部车事实上将来会推广到国外去 那现在它已经得到美国加州 洛杉矶的一个标案 那很快就可以上路 那这个也是台湾第一次可以 把我们这样很好的成果 推广到比我们更先进的国家 过去来讲大部分都是我们接受先进国家的技术 现在我们可以做出来 反而输出到先进国家去 所以它是我们先有这样子的开发 研发出来 然后我们还慢慢的推动到其他更先进的国家去 是的 是的 那我们现在还看到包括这个是光合感知入选 日经business 这个是一个百大改变世界企业 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AI这一块 其实满领先全球的 对 它利用这个我们室内的这些定位效果 很多部分我们在室内的时候感觉上迷航了 那你只要能够定位然后指出方向以后 你就可以很快的找到你要走的路等等的一些情况 那这家公司事实上已经它已经在曼谷的这个叫做空港的这个地铁 事实上已经开始运作了 那另外呢它也实施到现在因为配合东京奥运的关系 事实上也在这个日本跟有些公司已经开始做合作了 因为人群会非常多尤其是在新宿涉谷这个部分 他们也开始会利用这个solution来实施 所以也推广到这个日本跟曼谷东南亚区 可是它这个人工感知听起来比较虚幻一点 对 因为AI来讲的话就是利用一些快速的这个资讯 然后来学习就是说知道你现在的 它利用一个非常快的这个计算方式 可以让你知道你现在地方的定位在哪里 然后很快的可以找到你想要走的一些方向 一些情况 就是比现在我们在用的这个MAP里面 就是APP的MAP更方便 更前进 好我们来看其实整个政府在推动的部分 还包括有跨国进行工业的合作 那台商有一个转移基地 其实像是在中美贸易战当中也可以避免被他们扫到 那就是在泰国 我们先来看看的是台商进军当地的情况 从曼谷国际机场顺着7号高速公路往南40分钟车程 各国正在这里争相插旗成立智慧城市 展示各自的数位产业实力 而科技到台湾没有缺席 而台北智慧城就像沿中原 锁定的智慧交通 雏能 农业 以及智慧解决方案四大领域 跨海直送在这里展示 台北智慧城的启动仪式 在泰国成立将于一个智慧城市的展示群面 被他申请的一颗启动的仪式 台北智慧城的启动仪式吸引国内外厂商关注 大家看有这个防防空核 有那个水沟过来的 园区有87公顷 超过三座台北大岸森林公园 由安美德工业区总裁亲自介绍 未来高铁将打从门前过 几公里外就有站 连接曼谷周边三个机场 走7号高速公路通道市区约一个小时 因为园区位在泰国最重视的东部经济走廊内 符合泰国4.0的外资奖励产业 享有企业免税最长13年 以国家队阵容 驻扎在曼谷之的国际大都会周边 让台湾的智慧能量 扩散到大湄公和流域河东斜 让全世界看见 好 台湾让全世界看见 而且更重要的是 我们的鸡蛋没有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 我们分散了相关的贸易战的风险 那郑伟我想要请教是说 这里我们还看到像是在泰国 我们台商用这个无人机 它是针对什么样部分的一个新的研发 无人机的部分基本上就是说 因为东南亚它有很多的这个农业 那它现在是用无人机来监控 整个这个农业的成长状况 你现在用人力的话是非常耗费 而且成本非常高的 那现在无人机我们可以直接去监控 植物的生长状况 甚至还可以帮忙这个撒肥料啊等等的一些情况 撕肥啊等等都可以透过无人机来进行 那这个部分也已经输出到这个东南亚了 那我们整个跨国工业进行合作的部分呢 其实当然不只是泰国 还有其他国家嘛 对 就是说我们刚才特别提到 我们刚才举了几个例子 大概是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嘛 那现在就是说我们也想说一个区域 来做整体性的智慧化的一些开发 也许是智慧园区啊 甚至于整个智慧城市 那刚才特别提到的泰国的这个Amanda 它就是一个本来一个Amanda是一个很大的区域 那其中它会给我们一块 那我们就整个区域会规划成一个智慧的园区 等等的一些情况 那我们国内很多厂商就会做一些进驻 那除了泰国之外 还有几个国家我们是锁定的 先来做 泰国的进度是比较快 另外大概就是包括印度 印尼 还有马来西亚 那现在大概有一些地方 我们正在 有几个地方了 已经它的target已经选出来了 那再怎么样把这个智慧化的一些情况 把它导入 等等的一些情况 这在进行当中 像你刚刚讲这个Amanda 它是一个台北智慧城 那它这个智慧城里面 还有什么样 比较创新的这个企业在里头呢 对 现在就是说 我刚才特别提到的就是说 我们透过我们的这个政策的推动 大概有一百多项的一些成果 那这些成果将来我们会经过筛选 就把它导入那个部分去 包括我们刚才很多的例子 比如说智慧的路灯 或者智慧的交通 或是智慧的这个园区的智慧治理 它通通会导进去 其实现在政府就是带领这些企业 我们变成一个国家队 一起来打团体战 五局新时代大家非常期待 也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